喂 哈囉 大家好 喂 喂 喳吾 喳吾 這部影片是要來講一下波茲曼分布的一個小小的應用 波茲曼分布一個小小的應用 讓各位知道波茲曼分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波茲曼分布到底在實際分析問題的時候是怎麼用的呢 OK 我們就拿一個2-level system 二階 這個2-level 這兩個能階的系統來做個示範 這個2-level system 意思就是說這個系統只有兩個能階 OK 只有兩個能階 那你說為什麼討論這麼簡單的系統呢 其實有時候系統很簡單呢 才有辦法把東西講得比較清楚一點 OK 而且這2-level system其實還蠻好玩的 而且又很簡單 OK 我們假設呢 OK 這個畫面的這個左方呢 我們這個系統只有兩種能 兩個能階 就只有兩個能量可以選擇 E1 E2 OK 然後E1和E2之間的差呢 這個能階差呢 我們就叫做DeltaE OK 然後我們假設我們現在這個系統裡面有N個particle OK 那我們要討論什麼問題呢 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講這2-level system 波茲曼分布要怎麼用呢 比如說我問說呢 這個波茲曼分布有說呢 如果一個系統跟外線達到熱平衡的話 你在某一個能量出現的機率呢 是跟你的波茲曼音質的成正比 OK 所以E1呢 這個例子在E1的機率呢 是Exponential的 跟Exponential的KBT分子-E1次方成正比啊 OK 那E2呢 想當成的呢 就是 也是跟這個東西成正比啊 對 但是分子就是放成是E 分子就是放E2啦 2-E2 OK好的 好的 那這個呢 其實我們在波茲曼分布的時候呢 那個其實投影片呢 有其實有做了一個Normalization的動作 OK有做了一個Normalization的動作 那個投影片呢 我們投影片呢 我們裡面說呢 呃 我們定義了一個東西啊 叫做Z Z OK 這個Z呢 老實說呢 其實就是 如果是在統計這裡選裡面呢 Z通常叫做Partition Function OK 不過呢 我們先不用講關心那麼多 我們就說我們定義一個東西 新的東西叫Z 然後Z呢 Z呢 就是把這兩個能階的波茲曼 所有能階的波茲曼 所有能階的波茲曼因子 全部加起來 這叫做Z OK 把所有能階的波茲曼因子 全部加起來 這叫做Z 因為這個只有兩個能階 這個系統只有兩個能階 所以就只有這樣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OK OK 然後我們定義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然後呢 這個時候啊 這個我們那個講義上呢 或是PowerPoint上面講說啦 那因為我們前面提的是這個E1跟 這個例子在E1跟E2的機率 跟多少成正比嗎 OK 那如果真的寫得比較完整的話呢 其實是這樣子 這裡在E1的機率呢 就是Z分之一呢 然後乘上那個E1的波茲曼因子 OK 然後E2呢 其實呢 就是Z1分之一呢 乘上E2的波茲曼因子 Bossman Factor 哎呀 那我在E1那邊寫錯啦 這邊是E在對 OK 那我剛剛有提過 這個我們其實我們 定義了這個Z這個東西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是做了一個 Normalization這個動作 這是什麼意思呢 OK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P1跟P2呢 真的把它算出來 哎呀哎呀抱歉 哎呀畫到啦 P1 P2呢 我們把它畫出來 Pofof 就真的把它算出來 不是畫出來 為什麼定義了Z這個東西之後 就其實做了那個Normalization的這個動作呢 然後呢 加上Exponential KBT -E2 OK 然後呢 這個P2等於 -E1 哎呀這個位置其實是蠻小的 E2 好的 好的 OK 好那我們做一下 做一下畫檢喔 那可以做一下畫檢喔 我們首先呢 把那個Exponential KBT-1萬次方呢 都提出來喔 所以這個第一項其實會變成呢 仔細看喔 那其實呢 會變成E 然後E加上Exponential KBT 然後呢 多少呢 呃 那這Data1呢 是兩個能階的能階差啦 不要忘記了 就是E2-E1 OK 然後這P2這邊呢 它的分子能就是長這樣子啦 嗯哼哼哼 OK 好的 這是P1跟P2喔 OK P1 P2呢 是長這樣子啦 OK 好的 那我們你去仔細去看看喔 我們Check一些事情 你去看一下P1加P2 是不是等於1 是不是等於1呢 欸打一個問號 是不是等於1呢 看看吧 看看是不是1呢 是不是1呢 P1加P2 是不是1呢 剛好就是1呢 對啊 所以我們定義了Z這個東西之後 然後再說那個機率等於Z分之波茲曼因子 啊 就是機率喔 啊你會發現呢 這個確實喔 你如果把所有的能階的這個Z分之 Z分之1乘上波茲曼因子 所有能階加起來 真的就是1 OK 真的就是1 OK 好的 這是第一點了 那我們要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是說呢 啊 如果我們要求這個 那個N1呢 這能階在E1 抱歉 我們要問說呢 我們要問說呢 那如果我要問說多少 欸有多少的例子在E1這個狀態呢 有多少的例子在E1這個狀態 那我們多少的例子在E1這個狀態 那你就乘上PE2 OK 好的 OK 然後我們來討論兩件事情 OK OK 這個PE1 PE2呢 就寫在寫在這個 寫在這邊 PE1 PE2呢 就寫在這邊 我們現在想講一件事情 簡單的討論 如果呢 如果呢 我們現在 溫度趨近於0的話呢 溫度趨近於0的話 N1等於多少 溫度T趨近於0喔 趨近於絕對0度 或是說很低溫的時候呢 T趨近於0的話 那你的PE1是多少呢 那你會變成 這個會變成 1加上Exponential-無窮大翅方分之1 然後Exponential-無窮大翅方呢 就是0啦 所以PE1呢 等於1啦 PE1等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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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你的N1呢 就是 N OK 那因為那個系統的例子數目是守恆 所以當然拿N2就等於0啦 這件事跟你講呢 在低溫的時候呢 在很接近0度的時候呢 或是溫度很低的時候呢 這個所有的例子呢 所有的例子呢 都在這個E1這個狀態 所有的例子都在E1這個狀態喔 OK 那我們討論另外一個極端的狀 極端的狀況 如果T等於無窮大呢 溫度如果是無窮大的話 這個溫度如果是非常無窮大的話 那你會變成這個PE1呢 會等於2分之1喔 那因為它會變成Exponential的 1加上Exponential的 那這個時候就表示呢 有一半的particle呢 在能量E1的狀態喔 OK 那因為整個系統例子數是守恆的喔 那所以呢 N2呢 就等於2分之N啦 OK 你可以想一想為什麼 溫度無窮大的時候 剛好是一半一半 這個你要不要去想一下呢 Why 為什麼溫度很高的時候 這個分部是一半呢 你要不要去想一下呢 Why Why 大家好好想一下 為什麼溫度很高的時候 這個2 level system呢 剛好是一半一半呢 其實答案很簡單啦 其實答案很簡單喔 這個自己好好想一想 為什麼溫度無窮大的時候呢 這剛好N1N2的幾率是一半一半呢 剛好都是一半一半呢 好的 這個影片呢 這2 level system呢 我們後面繼續有第2part 這個第1part 先先繳到這邊 來 感謝各位的SoCAD 哎呀